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北杰总经理蔡徽生 当然就是台北市长郝龙斌 马总统为猫懒背书的用意不言而喻 不过猫懒上路短短三年里 历经停驶及塔住迁移的风波 当然也成了对手阵营攻击的目标 包括苏贞昌微服出巡的庶民体验中 猫懒可是不可或缺的景点 来休闲的地方 却让人民提心吊胆 这是很可惜的 不是出了事情才找几个人出来背书 过去不管是文湖县还是猫懒 都曾经是好市府执政包袱 不过这两项政绩还和当年的马市长有关 如今猫懒复始后首度马好同体 马总统要用行动力挺 在新闻科审 张佩军台北采访报道 而要拼年底五度选举